据英国独立报,援引国防大臣讲话的报道,英国皇家海军,将会派出伊丽莎版女王号航空母舰,携带F-35战斗机,前往南海示威航行。 展现英国海军的战斗力,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同时拥有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的国家之一。 英国帝海军,的确颇有实力,但是在大英帝国已经没落的今天,英国做出这一火中取締的行动助食,令其他国家费解。 英国最先发明航母,却点挨了科技术,只得到一堆鸡肋。 在冷战后期,由于经济水平的快速下滑,英国皇家海军,实力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。 在1978年英号重型航母退役后,皇家海军一度没有任何航空母舰。 这一时间却是大洋彼岸苏联红海军快速发展的时期。 据专家分析,在常规全通甲板弹射航母退役后,苏联想要见面英国海军,只需要一个反潜舰旅和一个导弹舰旅。 英国海军在这一时期正式走下神坛,彻底沦为三流海军。 而即使在无敌级航母服役后,英国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。 同期美国装备有15艘航空母舰,而苏联也装备有6艘重型载机巡洋舰。 就连以海峡之隔的法国都装备了两艘克莱蒙梭级航母。 相比之下,英国海军的实力注实令人难堪。 而在无敌级服役到使用寿命后,皇家海军更是跌回了没有一艘主力舰的尴尬局面,缺乏预算经费的英国海空军。 打肿也冲胖子。 这是2018年1月24日。 英国台风战机和新瑞驱逐舰联合出动,爱心护送俄罗斯海军库斯涅佐夫航母编队回国。 而今英国海军刚刚走上恢复的轨道,海军不用减少一艘驱逐舰订单。 大量裁剪老旧舰艇的代价,换来了新航母的服役。 然而,纵使女王号航母效能先进,但是终究只是一艘中等规模的华越式航母。 而且女王号的下水时间,并没有比解放军002号航母早多少。 舰载机交付和飞行员培训进度,甚至比002还要慢。 想要依靠这样一艘航母来展现实力,怕是会被笑掉大牙。 而即使不考虑中国海军近些年的恐怖下饺子速度, 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暗基航空兵,都对女王号航母,达成了不小的优势。 虽然东南亚国家装备F-35战斗机的并不多, 但是大量的第四代战斗机,依然可以抵消F-35微弱的技术优势。 仅仅越南一国就装备了超过30架苏27和苏30战斗机, 而新加坡更是同时装备了F-35和F-15FE两种第五代战斗机。 仅仅战斗机在机量不到30架的女王号,不仅会被解放军海军航空兵视若无误, 甚至可能会在单挑东南亚国家的时候落败,成为皇家海军之耻。 2015年,参加过亚丁湾护航,打过海盗的三艘中国海军巨舰, 来到英国普茨茅斯港,给了英国人很大的刺激。 随后英国多次在亚太行动。 在2017年,英国派10架台风战机飞越东南亚, 2018年又派一艘船物登陆舰,靠近我西沙领海。 中国海军予以警告驱离。 英国海军虽然强盛一时, 但是终究已经是落幕的夕阳, 无法再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。 相信女王浩如果真的成行南海, 解放军必将会给予足够深刻的观光留念, 让其不再胆敢来贩。 感谢观看。